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 曾经有一位年近60的男性朋友告诉我说 自从他每天做了凯格尔运动之后 他的小便不但顺畅而且非常有力 所以他非常积极地介绍这个运动给他其他的男性朋友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小便不顺畅的话 男性朋友应该很难发现自己的社护腺需要被关爱了 没有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社护腺的问题 社护腺的问题其实是因为年纪跟老化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现象 只是有些人明显,有些人不明显 那社护腺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会牵扯到这个小便顺不顺畅的问题 其实它还牵扯到晚年雄风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大家所关心的到底要做多还是多少的问题 这些呢我们就让医师来帮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但是我发现最有趣的就是呢 西医跟中医对于社护腺问题所产生的原因呢 还有它的保健方法其实有蛮大的差别的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在采访之前呢 我先帮大家统整了一下造成社护腺肥大有可能的原因 那或许呢都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 那在西医的研究方面呢它是认为 社护腺有问题其实第一个就是跟年纪有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跟男性的荷尔蒙以及代谢症候群是有关的 那肥胖的患者啊甚至是基因因传的这些 都会是造成社护腺肥大的原因 但是呢在中医呢就会认为有更多的因素 它被包含在里面的 例如说血液循环差的人 或者是常常喜欢吃高热量热色食品 或者是喜欢吃深冷食物 或者是冰品的人 还有呢好吃像鸭啊鹅啊牛啊猪头皮 花生豆类这些发物的东西 这样子的人也会容易患得社护腺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像是抽烟喝烈酒喝咖啡 或者是吃柑橘类的酸性食物 甚至是酒坐习惯的 例如像是酒开车或者是酒骑自行车 另外呢就是房事的部分 例如说姓氏不洁有多位姓伴侣 自卫过度房事不洁 喜欢穿景深的内裤或者是外裤 这些呢对于中医来讲 都是有可能引发社护腺问题的 所以呢以上这些因素呢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觉得这集的影片呢对您有帮助的话呢 也别忘了订阅留言 还要分享给更多的男性朋友哦 欢迎永生中医诊所的吴建东医师 吴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全球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社护腺的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社护腺其实跟年龄是非常有关系的 但是呢其实它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的话 好像还有蛮多不明的原因 那其实在中医上面是怎么让他看的呢 是就年纪来说现在比较粗略的统计 大概50岁以上就一半的男性会有 60岁大概六成 70岁大概七成这样子 那就原因来说的话 当然西医认为是老化的问题 认为是那个荷尔蒙 像二亲搞不不同的问题 那中医的话会从体质的方面来做解释 对当然是年纪的关系 就跟那个中医讲的先天圣气会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年纪越大 圣气越来越虚弱 像皇帝内经就讲说年四十的阴气过半嘛 就是讲说我们的圣气就剩一半这样子 那如果说比较偏后期的问题 或是比较偏向生活作息的问题的话 还有其他的原因 常见到的就是我们讲气质血瘀 训练不好的问题 或是那个湿热下注 跟弹湿比较有相关的问题这样子 医生你的意思是说可能年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也会有一些后天引发 像刚刚讲的气质血瘀 可能有一些状况会造成 或者是说湿热下注这样子的状况 是没错 那到底什么是气质血瘀跟湿热下注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年纪大这个好理解 那另外这两个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习惯加上去的呢 是 因为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的代谢循环都会变差 对 那社会腺它的那个 它的器官在我们最 最下面最阴部的地方 对对 那本来就比较少运动到 所以它循环又会比其他脏腹会更差 嗯 那它循环越来越差以后 就是浴血会越来越明显 是 里面的一些代谢产物没有办法排出去的话 对 就会变成一个血瘀的状态 哦 所以它也是时间造成的 有没有一些生活习惯会让成更容易瘀呢 有的有的 比如说他天生就不喜欢动 嗯 或者是他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久做 像是工程师啊 对对对 他一天要做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 然后现在不只工程师很多 上班族也都要做很久 我也是啦 如果我一天换两个诊的话就要做八小时 对 这样子对您的那个阴步 就是我们讲那个 摄氛线那一带的循环就会比较不好 是 所以我们叫大家即早开始运动 即早开始锻炼 即早开始养生 就是个意思 所以要多动 是 不然的话就会余住了 是这样子的 对那另外那个湿热下注 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哦 摄氛线它本身是属于脏腑的腑的那个概念 对 那六腑嘛 它是以通为用 要能够通畅 要能够有东西进去 有东西出来才能够健康 对 是 但是如果说刚提到的 运动缺乏啊 或者是久坐啦 导致那边的循环不好啦 一些代谢产物 一些水气 特别是摄氛线跟水分代谢会有关系 哦水分 是 那个水气出不去的话 就会水气在一个地方凝制 凝制久以后就会变坦湿 这样子 所以会叫做湿热下注 那是不是跟饮食也有关系 有的有的 如果说好您常吃一些像是寒凉的东西 冰的东西 是会让循环变差嘛 或者是常吃一些太过燥热的东西 太过吸纳的东西 也会让它容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 所以会变湿热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常常听到说 医生讲说女生尽量不要吃冰 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哦 是 我觉得吃冰这个问题 您饰量是没有关系 但是过量就不好 那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 可以感觉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例如说久坐啊 补运动啊 甚至是吃的太多的冰 或者是辛辣的东西 其实都会在年龄上面 因为附加作用增加这个摄腹腺这个状况 那还有没有什么情况 也有可能会导致摄腹腺问题啊 是那再来就是体质啊 它可能先天的体质就是这个地方的循环比较差 或是说过度去刺激它 这样子也有可能导致社会腺肥大 那一般来说 社会腺炎比较容易出现在 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男性 久坐啦 或是太过操了 太劳累了 那社会腺肥大 跟社会腺肿大 就比较容易出现在年纪大的那个男性 明白 当然说起来啊 如果说平常 年轻的时候有社会腺炎的话 那有可能他年纪大的时候 产生社会腺肥大的那个机会比较高 那我这边要帮大家问一下 因为呢 其实很多在讲说 社会腺肾腫大有一些原因 像例如说摩擦太多 例如像现在很多人喜欢骑铁马呀 长期去骑脚踏车 因为摩擦太多 可能肿大或者是发炎的状况 对这医生这么看 有可能 是如果太多的话有可能啊 但是我认为喔 适度的按摩那个地方啊 就是像骑脚踏车也是啊 适度的话 那个不要过度的话 大概会对社会腺是有好处的 嗯 因为刚刚提到说 社会腺它是属于一个囊状的那个器官嘛 是 对 社会腺适当的去刺激它 让里面可以适当的排空 对 会对社会腺是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会问就是说 因为社会腺其实它是制造经营的其中一个器官嘛 所以有人认为说 不要让它肥大或者是发炎 最好的话就是常常使用 嗯嗯 对 但是也有中医师讲说 就是 性生活要节制 不应该就是常常去使用 那这个医生怎么看呢 是我想这是所有男性最关心的事情啊 哈哈 对你到底是用多用少 对社会腺比较好 对对对 现在的研究证据指出啊 你用越多 比如说一个月用二十几次 会对社会腺比较健康 嗯 但是中医喜欢讲说 你要有节制 尽量不要用太多 会对社会腺比较好 会对社会腺比较好 二十几次也太多了 对 我觉得容易去掉 是 对 然后这两个看起来是有充足嘛 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但是就中医本身 或者是中医比较正统的方面来讲的话 是 刚刚我们提到要中庸之道嘛 对 过有不急 对 就是有节制 有所节制 这种状况会比较健康 是 医生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建议 或者是公式 是 可以介绍给大家 嗯 其实这个公式很多啊 我们只是简单的说 其中一种 嗯 您可以用您的年纪来算 是 比如说 我们二十岁好了 嗯 二十几岁 那我们就拿来一周七天 我们拿来除以二 嗯 得到大概3.5嘛 就三次或四次 对 那如果像我们大概四十几岁 对 对 我们就一周除以四 嗯 所以一周大概做到一到两次 是 以这样子来算 嗯 会比较适合一些 嗯 所以看起来解决色腹腺的问题呢 第一个我们讲到是 因为年纪的关系 所以男生的抗老 嗯 也是很重要的咯 是的 不是只有女生 那所以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针对男生如何抗老呢 嗯 说到抗老的话 当然是 可能不要太过操劳啦 嗯 那饮食要有所节制 饮食比较 偏向均衡的这样会比较好 嗯 那目前对抗老化的一个概念 当然是你要多做一些养生的一些功力啦 功力 对 比如说我们多运动 哦 多适当运动 嗯 那就中医的观点来讲的话 有一些 嗯 体操 或是有一些 像是养生之术 是 或是像是气功之类的 是 对于这个抗老就很不错 那目前 针对这些东西的研究 研究最多就是有关太极拳的部分 哦 太极拳研究 对 因为最多人练 所以最多人做研究 嗯 嗯 发现说它对于抗衰老啊 比如说 呃 失智啊 嗯 或是退化啦 什么关节退化 嗯 嘴边盘的问题啊 它都有帮助 所以运动啊 还有就是 正常的生活做起 跟均衡的饮食 是 其实都是抗衰老 其实好基本的东西 是 其实我们每天跟 每天跟患者说的 也就是这些东西啦 对 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一直提醒患者 但是因为太平常了 所以听过就忘记了 没错没错没错 是 嗯 我们一般跟患者讲说 少吃冰的啦 嗯 少吃甜的啦 嗯 因为冰的会让我们的一些代谢 会比较下降嘛 哦 会让我们的循环会变差 嗯 那甜的化则会 呃 导致我们的身体 产生一些 慢性发炎的状态 是是 那 慢性发炎久了 就会容易有摔倒的倾向去了 嗯 那针对摄护腺的保健呢 哎 其实房间也有卖很多保健品 就是说医生在这边 有没有推荐就是说 那吃什么样子的东西可能会 对这个是比较有帮助的 嗯 一般来讲喔 我会希望还是针对他的体质来说 嗯 像刚刚提到的 症婴不足 嗯 或腎阳不足 比较腎气虚的 嗯 终于有一些补腎的用药 是 比如说腎气丸啊 六味丸之类的 那如果说比较偏向 呃 气质血浴循环不好的话 嗯 嗯 我们会考虑用到像是血腐煮鱼汤啊 嗯 或是呃 桃红湿汤之类的 让循环改善 循环 对 那如果说是湿热下注 这种排水比较不顺的话 对 水分代谢差的话 对 这是有像是五云散啊 煮鱼汤啊 这些帮助排水的这个状况 是 那如果说呃 排除那个中药的部分的话 嗯 一般来讲的呃 一般的保健食品啊 是 是 我们常看到的像是呃 南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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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或者是一些呃 有关于茄红素的东西 对 它也可以抗发炎抗衰老 就是有含茄红素的一些蔬果 是 其实都是很值得去摄取的 嗯 嗯 那在穴道按摩上面 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建议 可以来保健这个摄护线呢 嗯 有的 我介绍两个好了 两个 一个在肚子上 我们讲补气的穴位 嗯 嗯 关圆 嗯 在肚脐下面大概三寸 那我们可以按摩那个地方 让我们的呃 顺气啦 让我们元气更充足一些 是这样子的齁 那 大概要按摩多久啊 它的臭有点深 我们按摩的话齁 可能要按摩得久一些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因为 胖的人就更难按 是 对 有些人太胖的话齁 他 手指可能就不够用了 对对对 所以用比例来找会比较准一些 对五分之三的地方 是五分之三的地方 嗯 那如果说你按摩觉得 效果不好 或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热敷的方式 热敷类是一个好方法 比如说热毛巾 嗯 暖暖包 对 或者是旋风机也可以考虑用 第二个穴位我们介绍三阴胶 为什么要找三阴胶 因为它是属于皮肝肾 三条经络经过的地方 嗯 所以您用这个穴位 它可以同时调理皮肝肾 三个脏腑的问题 对对 它除了对那个摄护线小便不顺有帮助以外 它主要对于女性的一些生理的问题 是 或更年期的问题 它也有帮助 是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做摄护线的保健运动 如果说到摄护线的运动的话 嗯 当然我们会希望动到摄护线附近的一些肌肉 对对对 那它附近的肌肉大概就是盆体肌 我们一般这边的肌肉很难动到 对很少会去动到它 那 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动到它 就是您在比如说小便或大便的时候 你要用力的时候可能就会动到它 中医有一个方式叫做提肛 嗯 就是简单的说把你的肛往上提的这个意思 对 不是夹屁股喔 是提肛 那把肛往上提 那端链的方式 像是在小便的时候啊 排到一半的时候设法把它中断一下 再继续小便 对那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再中断一下 你那个中断用的肌肉就是我们的肯体肌 对 所以医生教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要大家常常去中断你的小便 而是用这个方法去找到我们那个肌肉用力的地方在哪里 那 呃 在西医学有一个很类似的运动 叫做凯格尔运动 凯格尔运动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在之前漏尿那集有帮大家详细介绍过六种类型的凯格尔运动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漏尿那集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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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